原来硫磺温泉居然是好看的浅蓝色 据说我们国家腾冲的火山热海 这里大幅多的温泉的全质要比世界之最富士山的还要好 开锅了 我得码快走快走 之前咱们泡的那个温泉最热的那个池子就是42度43度 这儿的温泉最大90多度978度 这都没自己编的吗 我自己还刚编起来的 这个是鸡蛋 鸡蛋 这是鸡蛋 这两十块钱 行那我来这两个 原来徐家客的游记里也提到过热海 不过铁走了这个 咱们刚在这 对 我最终到这 这是温泉吧 泡脚 温泉应该在这吧 是的 大热锅 这景区美是美什么味啊 这就是因为这个地质的原因 这个温泉的味道 所以这个景区都算巴着这个味道 就有点那个臭鸡蛋的味道 但是对身体没汗 开锅了 我得码快走快走 这都不是温泉呀 这是开水 这边有88个泉眼 全部都是开的 现在我身边到处都是在冒热烟 看 虽然说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景观 但是作为胆小的我还是有一点紧张 而且给你们看看我后背的山 山上也在冒热烟 石头也是烫的 天呐 这个热海真的是名不虚传 而且腾冲这个神迹的地方 它是著名的火山热海 据说有99座火山和88个热海的温泉 这点冒烟是从石头往出滋水的开水 所以这个烟形成在一起 感觉跟那个肚子都是开水 对 这儿是开水 这儿是普通水 这地儿看着也挺渗透 哪哪儿都是大开锅我感觉 你在这儿闻着这个味儿 是不是比刚才闻着这个味儿更足了 对 更像那臭鸡蛋味儿了 这有硫磺的味道吗 你这戏太足了 就是鸡蛋的味道 热海这个地貌 暴而这些热气 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不愧为腾冲最热门的一个景区 这是一个5A级的景区 然后这个地质确实是咱们大家平时不常见 还挺有意思的 如果来腾冲 非常推荐大家来这感受感受 对 这个就是著名的硫磺池 我以为硫磺池是黄色的 实际上硫磺池是这种奶蓝色的 这个好看 对很像牛奶壶的颜色 跑着热气 感觉就舒服 之前咱们泡的温泉 最热的池子就是42度43度 就是它最热的 那今天咱们这这温泉 我看到一个介绍说 这儿的温泉最大90多度 978度 今天我在这儿咱们能体验一下 更暖和的温泉 它这景观真正奇特 到处都是这个热海温泉吧 它还都是瀑布和这种奔腾的溪流 可得小心啊 就咕嘟咕嘟的 你看像晶莹剔透的珍珠 像不像 虽然特别累 但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景点 叫这个 怀胎井 它这有两个井 当地人跟我们说如果你想要双胞胎 那你就一个井喝一口 这就是龙凤胎 如果你想要两个女儿或者两个儿子 你就自己匹配蓝色的 然后这个是左边的 颜色有一点点重 我觉得应该是按男左女右分的吧 哇塞 咕嘟咕嘟咕嘟的在奔脉流 这儿好热哟 我要走喽 你说咱们快到了吧 快了 天呐 上 大拱锅嘛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登顶 我们来到了大拱锅的旁边 你看他那个花生土豆 就是用这个咬子 在大拱锅里面 直接盛水 然后盛到这个水槽里面 然后在这儿蒸这些花生土豆 鹌鹑蛋 还是挺有意思的 你看你放个什么位置 我们现在把我们买的鸡蛋和鸭蛋 都放在这个蒸汽的大锅里 20分钟之后 我们再取了再尝一尝 就有好吃的温泉蛋了 工作人员正在盛大拱锅里的水 然后一会直接就去耗饺了 这可是百分之百真正的 纯天然的硫磺温泉 这水特别清澈 我要泡酒 不想咱想的那么浑沃 会这么开水似的捞着一下 对 熟稳 熟了 软呢 不行 再来会吧 地都是弱在这 对 尤其咱这鞋特别有感觉 妈呀这都蹦着开水 你离远点吧 这10分钟感觉管事的 你看看 刚才那个软软的鸡蛋 现在有点火 我到了腾冲真正的火山热海 看到真正的硫磺温泉 我才知道 原来真正的硫磺温泉 是这种淡蓝色的 特别像牛奶红的颜色 清清澈澈的 据说我们国家 腾冲的火山热海 这里大滚坡的温泉的全质 要比世界之最富士山的还要好 所以如果你到了云南 特别推荐你来 重冲套一套这里的火山地热